加拿大拳王肖章来谎 赛前发布会叫嚣散打王江春鹏 竟然还不顾工作人员劝阻 对其大打出手 现在这位就是加拿大拳王西蒙·马库斯 他是曾经的踢拳世界第一 保持着对华不败战绩 这也让他有点瞧不起中国搏击 感觉中国拳手弱爆 没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人 要是敢跟他打绝对叫他做人 四年的时间 马库斯横扫中国拳坛未尝一败 连续击败八位中国硬汉 这样的实力马库斯还真的飘了 方便也非常看不惯马库斯 这么嚣张方便 肯定要让他见识一下 自己的实力迎战世界第一马库斯 方便在中国比赛同样未尝一败 在跟马库斯打之前 有着38胜的不败战绩 他也是首位进入世界排名前十的搏击运动员 但这场比赛之前 没有多少人看好方便 感觉他还是跟马库斯的实力有差距 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两人的比赛 回合开始两人都没有着急进攻 方便还是延续以往比赛的战术 三点进攻不跟对方拼拳 打完立马撤出来 不会让对手有反击机会 方便后手命中马库斯 马库斯着急了 开始猛追方便 但却又被打脸 马库斯贵似对方便的战术 没有更好的克制办法 只能被方便一套组合拳打完 搂抱之后再寻找反击机会 应该都非常的大 都非常大 知道 刚才上来都很紧 肌肉都一点紧 对对对 我觉得对马库斯而言 在中国 这场比赛 对他来说也异常关键 是必战之战 必须要 到这个层面上 已经躲不开对方了 没错 已经都是不败 那么一定要决出一个真正的王者 方便频繁地搂抱 马库斯也着急了 但这正中方便下怀 一着急就会露出破绽 方便抓住了机会 组合拳连击 马库斯也不甘示弱 立马想要还击 但方便迅速撤出 再次搂抱化解 双方两个人都会有攻击 我觉得方便这场比赛是拼了 为了自己的荣誉 其实看得出来 方便也非常的轻松 裁判 库斯这会还很不服气 但是没办法 方便用实力教育了这位嚣张的拳手 完全没给机会 对华不败 也不过如此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成喜欢的观众 点赞关注 谢谢你们了 尤其河南瑞士副总监 吴立新先生 为方便颁奖 最后 转发 确认 转发 确认